這期影片會是2025年最新的CAMMA教程 我會帶你一步一步的去了解CAMMA 以及如何使用CAMMA 我會告訴你在使用CAMMA的過程中 你必須知道的功能 以及最新好用的AI工具的使用 Hi 我是 Grayson 這頻道主要分享關於YouTube頻道語音 流量邊線以及網路圈內容 我每週分享三部影片需要記得對我頻道 那你可能知道CAMMA是能夠讓你去免費使用的平面設計平台 但是它的功能不僅限於如此 你可以用它來製作PPT簡報 你可以用它來剪輯影片去製作動畫 你也可以用它來建你的網站 甚至是你可以使用CAMMA裡面的AI功能 去快速生成圖片和影片 接下來我就帶你進入CAMMA裡面 去讓你去全面了解CAMMA的使用 那首先你可以點開我的影片 然後找到底下的描述欄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有個CAMMA的鏈接 那這個鏈接還會贈送你CAMMA30天的免費需要 那這邊CAMMA能夠讓你去使用很多種方式來注射它的賬戶 你可以使用Apple的賬戶去登錄 Google賬戶 Facebook賬戶 Microsoft賬戶 Clavet賬戶 或者是你其他的郵箱去登錄 工作郵箱或者是手機號碼 都是能夠去註冊CAMMA的賬戶 那在你登錄到你CAMMA的賬戶之後 你就可以進入到這個CAMMA的首頁界面上面 那全新的CAMMA首頁界面呢 它總共會有三個部分 是比以前更加整潔的 最左邊的選項欄 然後呢 這中間的區域 以及呢 右邊的這些顯示區 總共會有三個部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左邊的這些選項欄 首先第一個就是首頁 這個就是在你登錄到你CAMMA賬戶之後 最先看到的界面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建立設計 你點擊一下呢 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創建出不同的文檔類別 比如說IG貼文 文件 IG現實動態 簡報等等 然後呢 底下會推薦給你一些相關製作好的範本 你可以直接修改 那你可以看到 有些範本在右下角會有一個環冠 然後POL的標示 就代表你需要適應到CAMMA才能夠使用這個範本的 那大家是可以透過影片下方連結 去獲得CAMMA的30天免費使用的 在左邊呢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文檔類別 以及在這邊你是可以自定尺寸的 又或者是上傳你的文檔 這邊呢 你可以選擇顯示更多 那你就可以看到CAMMA能夠提供的所有的文檔類型了 那底下呢 你可以選擇邀請使用者 你可以輸入他的郵箱地址 或者是你去發送你的邀請鏈件 都是可以的 就適用於你有團隊的情況下 就可以使用這個功能了 然後在底下呢 你可以查看到你近期的設計 這邊呢是能快速的讓你找到你在最近使用過的設計的 然後呢 你可以為某個設計去標記信號的 你可以選擇這三個點標記 這邊呢 選擇加入信號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被記錄到了以標記信號的內容了 那在右邊呢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CAMMA文檔 以及呢 可以查看到你最近的設計 然後第二個就是專案選項 那這邊呢 你可以查看到你使用CAMMA裡面所創建的所有專案 以及呢如果你有創建專門的資料夾 你是能夠在這邊去找到專門的資料夾的 接下來呢就是範本內容 我們都知道CAMMA裡面是提供了非常多的範本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 這邊會展示給你非常多的範本 在左邊呢會有不同的範本分類 比如說社交媒體 那這邊呢你可以找到 Instagram貼文 盛世動態 Reels Facebook 這些都是有的 當你選擇一個分類之後 這邊就會展示給你這個分類底下的所有的範本了 然後呢你可以選擇一個範本 這邊呢會告訴你這個範本的更多信息 比如說它的尺寸 它的名字等等 然後呢底下你可以看到更多類似的範本 這邊就會給你更多選擇了 如果說你要選擇這範本去編輯它 你可以選這個自訂詞範本 那這邊你就可以看到我就打開了這範本了 接下來呢就是品牌選項 這個是Cuphole的功能 首先第一個就是品牌工具組 這品牌工具組呢就可以幫助你 去把你所有品牌裡面所需要用到的元素 都放到一起了 你可以看到我所有使用的logo 我的顏色 我的字型 以及我使用的照片圖像 都可以放到這邊 所以呢就能夠幫助你非常好的去整理你的品牌元素 在這邊呢你還可以建立出 品牌的範本 這是以團隊的形式去共同製作 更能夠發揮品牌功能的優勢 還有呢就是品牌控制 在這邊呢你可以設定你的品牌顏色 還有品牌自行等等 接下來呢就是應用程式 在CAMMA裡面呢是有非常多的應用程式的 你在這界面上面呢都是能夠快速找到的 那它呢是會有不同類別的 比如說工作場所必備的 AI的應用程式 生產力的應用程式 設計相關應用程式 這些都是有的 那每當CAMMA有加入一些應用程式之後呢 它都會在這邊熱門的應用程式裡面去展示 或者是如果你知道相關應用程式它的名字的話 你在這邊是可以搜索的 比如說我知道應用程式 它是能夠讓你去設計出不同的字體的 它叫TestMaker 那我可以找這個名字 你就可以看到我就能夠非常準確的去找到這應用程式了 那點開之後呢就會有這個應用程式的介紹 然後呢你就可以開始用了 那再往底下呢是這個夢想實驗式的功能 那這是CAMMA最新推出的一個功能 也就是說呢你可以輸入簡短的文字去描述你想去生成的影像 它的AI呢就能夠幫助你去生成相關的影像 那底下呢是有已經生成的作品了 並且呢你是可以使用它的描述文字的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描述文字就出現了 在底下呢你是可以修改它的格式的 想要變成不同風格都是可以的 以及呢你可以調整它成本筆 那我們回到CAMMA的首頁界面上面 在這邊呢你是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文檔分類的 那大家在創建文檔的時候要非常注意 要符合你本身想要創建的文檔格式 那比如說我選擇社群媒體那邊 然後呢我找到YouTube縮圖 它的格式是1280像素乘以720像素的 那就可以看到這個就是YouTube縮圖它的文檔格式了 然後在這邊呢我再創建一個影片的文檔 那同樣是橫皮的格式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呢就是影片的文檔 然後呢這個是剛才的縮圖的文檔 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區別 在影片文檔底下呢它是有一個時間軸的 並且呢是能夠讓你去播放的 所以呢大家要根據自己想要去製作的文檔去進行選擇 那這邊呢我進入到了CAMMA的兵器介面了 那總共呢也是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的 最上面一欄然後左邊這一欄 以及呢主要的展示區 那可以先看一下最上面一欄 這邊呢你可以選擇開啟菜單 那就可以看到剛才在首頁介面上面的 左邊的兩欄你就可以找到了 如果呢你想要去關閉它 你可以選擇這個關閉選單 你就可以看到呢剛才那兩欄就關閉了 然後呢你可以選擇檔案 這邊呢是能夠讓你去更改這個設計的名稱的 以及呢你可以選擇建立新設計相傳檔案 找到更多設定以及呢輔助工具 儲存一致資料夾建立副本下載 查看版本記錄一致垃圾桶尋找及取代文字 在桌面的應用程式中開啟或者是建議改善事項 如果呢你是CAMMA PO的使用者 你可以選擇這個調整尺寸 那它是能夠幫助你把已經做好的設計它的尺寸 去快速修改成另外一個尺寸的 這功能呢也是非常方便的 然後呢就是編輯選項 除了編輯之外呢你還可以選擇評論以及呢解釋模式 那在這邊呢還會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還原 然後一個呢是重做 那如果說你是已經聯網的 那麼CAMMA呢是自動儲存你所有的變更的 所以呢大家是不用擔心自己做的設計沒有儲存到的 它都是隨時的幫助你儲存的 而右邊呢是這個文檔的名字 以及呢所有能夠去查看到這個文檔的使用者 這邊呢有分析資料以及評論 還有呢就是你可以分享這設計 在左邊這選項欄呢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功能 如果說你把滑鼠去移到它的功能上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能夠被快速的選擇 但是當我移開之後呢 剛才那些選項欄的展開形式呢就會消失 當我再把滑鼠去放到這選項上面的時候 它就出現了 如果說你想要讓這個選項欄一直出現的時候呢 你就需要點擊了 那它呢就會一直出現在這邊 即使呢我把我的滑鼠移動到其他位置的時候 都會出現的 那如果說你想關掉它的話 你可以選擇關閉 那該的展示形式呢就被關閉了 那第一個選項呢就是設計 那在這邊呢你可以查看到不同的範本 也可以呢在這邊去搜索相關的範本 你也可以呢去查看樣式 那這邊呢是會有不同的配色還有字形的組合的 那在搜索欄的右邊呢你可以看到有個過濾選項 那你可以按照顏色進行過濾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不同的無暗語言 都是可以的 那假如說呢我想要去使用這個範本 那這個是Carport的用戶才能夠使用的 我自己呢就是Carport的用戶 所以呢我能夠使用這個範本 那當你選了之後呢它會告訴你這個範本的風格是怎麼樣的 它所有使用的顏色以及呢它所使用的字體都能夠告訴你 也會告訴你呢更多類似的範本你可以參考 那第二個選項呢就是元素 那在這邊呢你是能夠找到非常多不同的元素的 比如說形狀、圖像、貼圖、照片、視訊、音訊圖表、表格、邊框、網格、樣張 非常多的元素你可以選擇 那比如說可以選擇形狀這邊呢你可以選擇查看全部 這樣呢所有的形狀你都是能夠找到的 比如說可以選擇一個圓形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呢我就加入一個圓形了 我可以挪動到任何的位置 並且呢你可以看到我是能夠在這個圓形裡面去添加文字的 那現在呢我就添加了一個文字在這個圓形裡面了 並且呢在這邊你可以修改它的顏色 那如果說現在我不喜歡圓形了我想要去改成三角形 我是能夠去快速切換的並不需要去刪除這個圖形 我可以選擇編輯那這邊你可以看到會有不同的形狀 我可以調整成三角形 那你可以看到我在不刪除剛才的圖形的情況下快速切換成了三角形了 並且呢保留了剛才我輸入的文字 那我也是呢能夠在裡面去搜索元素的 比如說呢我可以搜索樹的元素那你可以看到有圖像的照片的邊框的 這些呢都是有關於樹的元素的那我可以查看一下圖像 比如說我加入這個元素這個呢就是Campo才能夠使用的元素了 然後呢我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在Campo裡面呢你是能夠加入非常多的元素到你設計裡面的 那這上面呢也可以讓你去切換成不同的分類 比如說呢你可以查找樹的照片那這邊呢就很多樹的照片了 那接下來呢就是文字選項在這邊呢你可以選擇新增文字方塊 或者說呢你可以預設文字的樣式 然後呢現在Campo有一個很好的用的功能就是 你可以給你的設計裡面去添加頁數了 這個是使用AI的功能快速增加頁面頁數的 然後呢你可以查看到不同的字型搭配 那比如說呢我選了這個字型 然後呢可以雙擊在這邊呢去修改文字內容 然後呢我可以修改這個文字的顏色 比如說呢變成紅色 那選了這個選項呢是可以修改字型的 然後呢可以調整字體大小 那如果說你不喜歡這些字型搭配呢 你就可以選這個新增文字方塊 那這個呢就是最原始的文字了 你可以在這邊就輸入內容 然後呢再做其他修改 比如說修改字型 或者是修改它的顏色等等 這些呢你就能夠去從你開始去選擇了 那對於字型來說呢你可以添加效果 你可以選這個效果選項 在這邊呢你可以添加不同的文字風格 比如說把它變成一個帶有陰影的文字 那這邊呢你可以調整它的屬性 以及呢調整它的陰影顏色 比如說變成紅色的陰影 那還有其他的風格你是可以選擇的 那這上面呢也是有不同的編輯選項的 比如說給文字加入底線 就可以看到會有一個文字底線出現了 或者是呢中間加一條線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說呢你有多少文字的話 你可以選擇對齊形式 那這個呢就是居中對齊了 如果再選擇一下 你可以選擇這個 靠左對齊 再選擇一下呢就是完全對齊 然後再選擇一下呢就是靠右對齊了 或者說呢你可以選擇加入清單的形式 那你可以看到它就個點了 再選擇一下呢就變成數字清單的形式了 然後呢你可以選擇調整它的間距 比如說行間距你可以調整 又或者是每個字之間它的間距也是可以調整的 如果說呢你想要去變成數像的形式呢 你可以選擇這個垂直文字 它就變成了垂直形式的文字了 接下來一個選項呢就是品牌了 這邊呢就能夠去找到你所有的品牌元素 標誌、顏色、字型、品牌口吻、照片、圖像 都是能夠找到的 在這邊呢你就能夠去快速選擇你想要加入的品牌元素了 比如說加入我的logo 你就可以看到我就快速加入我的logo了 接下來呢就是上傳 這邊呢Cama能夠讓你去上傳你的影像 你的影片以及音訊 想去上傳你自己的檔案呢 你可以選擇這個上傳檔案 或者是呢你可以直接拖拽到Cama上面 那也是能夠自動上傳的 接下來一個選項呢就是繪圖 Cama這邊呢提供了你不同的筆刷 去幫助你去快速的繪製圖像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筆刷 然後呢快速的去進行繪畫 然後呢可以對它進行調整 變成這個筆刷 那如果說我想刪除的話我可以選這個選擇選項 然後呢刪除其中一個 就可以看到快速的刪除掉它了 也可以呢調整它的顏色 比如說變成一個紫色 然後呢調整它的粗細 變成這麼粗的 然後呢我就可以開始塗抹這筆刷了 就可以看到它是能夠讓你去手動的 進行不同的繪畫效果的 接下來呢就專案 你可以查看到所有你設定好的專案 都是呢可以在這邊找到的 然後呢就是應用程式了 在這邊呢你可以搜索Cama的應用程式 或者是呢在這邊找到你想要去找的應用程式 都是可以的 底下呢還要照片選一下 那這邊呢Cama裡面提供了大量的照片庫 你可以使用的 那你可以在這邊去輸入文字 比如說可以搜索關於車的照片 那就可以看到這邊都是關於車的照片了 那在右邊也是有個篩選器的 你可以按照顏色去搜索相關的圖片 或者是按照方向 你可以專門搜索垂直形式的照片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都是垂直形式的照片了 又或者是呢你單獨想要去找到免費的照片 或者是呢你只想要專業版的照片 都是可以的 又或者是呢你可以選擇 專門去背影像的照片 接下來呢就是影片選項 在這邊呢Cama提供了大量的影片資源 也是呢能夠讓你去搜索關鍵字的 同時呢右邊也是有選項的 按照顏色搜索 專門去篩選特定的方向格式 以及呢你可以找到付費版本 或者是卡PO的影片 接下來呢就是背景 你可以找到不同的背景圖片 那如果你有使用Cama的其他功能 那Cama呢也會在這之後 去提供給你這些功能的快捷鍵的 你是能快速的去使用這些功能的 所以呢你左邊的選項欄 在這之後呢可能會和我現在展示給你的不一樣 大家是不用擔心的 Cama會根據你經常使用的功能呢 會把它放到你左邊的選項欄裡面的 讓你快速的開啟 那接下來呢我想介紹給大家 這Cama裡面很好用的一些AI的功能 那第一個呢就是背景儀儲工具 這個功能真的非常的好用 比如說這邊我有張照片 我想要去刪除掉這車後面的背景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背景儲儲工具 那這是需要你設定到卡PO在那邊使用的 那提醒大家你是可以透過 可以上方鏈接去獲得卡PO的三十天的免費使用的 那我就可以選擇它 你可以看到非常快速的Cama呢 就幫助把這照片的背景去除掉了 並且呢非常的乾淨 那Cama的很多AI的功能 你可以選擇這個編輯選項 然後呢你可以找到魔法工作室 除了這個背景儲工具之外呢 魔法橡皮擦也是一個非常好用的AI功能 那如果說在這張圖片上面呢 我想快速刪除掉這個蘋果 那我可以選擇這個魔法橡皮擦 然後呢選擇這個蘋果 這邊呢選擇清除 那就可以看到Cama的AI就快速的幫助我 把剛才那個蘋果消除了 所以呢這個功能真的非常好用 還有一個AI功能 我想推薦給大家使用的就是魔法編輯工具 那它呢也是需要你設定到卡PO才能夠使用的 那這個功能呢 是能夠讓你快速的在一張圖片上面添加一個元素的 比如說我想在這邊去添加一下飛機 我可以塗抹飛機想要出現的位置 比如說大概在這個方向 然後在這邊呢用文字描述我想要去新增的內容 在這邊呢我輸入一架飛機 然後選擇產生 那就可以看到Cama的AI就幫助我生成了四架飛機的圖案了 這是第一張圖片 然後呢這是第二張 這是第三張 然後呢這是第四張 當你描述的越詳細越準確的時候呢 Cama就能夠根據你的情境去生成相對的圖像了 所以我認為呢這功能也真的非常的好用 那在我們做好設計之後呢就可以下載了 那Cama有個好處就是呢 免費的Cama版本都是能夠讓你去下載的 並且呢不會有隨意的 你可以點擊右上角分享 在這邊呢找到下載 這邊呢你可以選擇檔案的格式 有JPG、PNG、PDF、標準和列印、SVG、NPC影片、GIF、還有PPT 那如果說你是CamaPro的用戶呢 你可以調整這個檔案的尺寸 以及呢你可以選擇將檔案的大小限制在多少KB以內 還有呢你可以選擇壓縮檔案 一個很有的功能就是呢 你可以選擇這個設計是否要是透明背景的 那如果說你這個設計檔案裡面有很多頁的話 你可以選擇是否要下載所有的頁面 還是說你可以單獨選擇一個頁面都是可以的 所有的設定完之後呢就可以選擇下載了 你可以透過影片下方鏈接去開始使用Cama 並且領取CamaPro的30天免費需要 不想了解更多關於Cama教程 你可以點一張播放列表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選擇這部影片點個贊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來解更多關於Cama內容 追蹤我的IG 能夠很多更多互動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